先生小孩會有很多禮物啊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是一個會給驚喜的人 不要說人家平淡 人家只是 老公沒送生日禮物被以說平淡 蘇慧倫氣不不防平凡 加油在 生日快樂 謝謝 蘇慧倫出席保養品活動 當天真巧是他52歲生日 每天生日還要工作會覺得 很好啊 很久沒有生日的時候有工作 先生小孩會有很多禮物啊 沒有 對 晚上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是一個會給驚喜的人 不要說人家平淡 人家只是 這是卡片啊 沒有不會有卡片這種東西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歡 穿什麼花呀這些 有卡片的話通常都是兒子 兒子應該也是被學校的老師逼的做的吧 那會買禮物給自己 平常都會想說 工作完了好辛苦 那買一個什麼東西犒賞自己吧 那生日 目前還沒有想到要給自己什麼禮物這樣子 或者是公車 會不會的 好啦 那我們換一個話題 蘇慧倫年紀斑斑 但是好看不出來 這夫子連兒子都覺得 很厲害 之前我就會有時候工作 然後帶妝回到家 然後他想要跟我親親 我就說 媽媽還沒有卸妝 先不要親親 但是有一次我在家就是沒有化妝的狀態 然後我就說要買親親啊什麼 然後他說不行 沒有化妝 這樣 我完全就是直覺 他覺得你現在很漂亮 好好的保養 妳的肌膚是會有狀況的嗎 偶爾會有過敏的狀況 像我那個時候生完小孩 生完小孩的時候肌膚比較脆弱 然後那時候也會有一些過敏的情形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用很好的保養品 我一直有用油來保養的習慣 我覺得保養 當然妳除了就是擦一些適合一些適合 妳自己皮膚的保養品之外 我覺得飲食運動跟保養這三個是缺一不可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靠運動讓自己的代謝 是有一個有活力的狀況的話 其實可能也是會保養的比較辛苦一些 柯仁姐先幫我聊一下自己這個活動 好像是他們家的愛用者 嗯 愛用者 你說誰 他們家 他們家的愛用者 我是啊 你是愛用者嗎 我 太貴 太 一起來翻轉生活思維讓探神放假去 偷牆演唱卡斯 10月29號 告無人 唐仲文 曾沛茨 吳文芳 莫凡星 小羽 10月30號 懷特 蔡敏仁 愛宜良 黃姐 蔡佩仙 永豐探神放假日 10月29號 30號 台北松山文創園區文化廣場 邀請你Together A Big Life